趙少康他講到一個東西 我想說奇怪 這個怎麼也可以怪罪政府 我覺得不能忍受 有一個點是什麼點 他說中國觀光客來 在馬政府的時候 來台的入客人數 高達四百萬人 民進黨很恐怖 為什麼要阻擋 奇怪了 跟民進黨有什麼關係 這個不是中國 他們片面宣布 我們不來了 然後時間點其實在2019年 已經過很久了 好你告訴你 2019年他們就做了這事情 所以2020年的2月份 開始疫情 我們其實算是衝擊沒有那麼大 一開始有因為對岸 早就做了 他們不讓中國觀光客來台 然後我們其實有特別 希望說促進觀光的這一塊 所以政府在去年8月份 2023年的8月份的時候 就已經有宣布說 好啦 那你中國的團客 中國客的自由行 中國政府都要批准才能來 他們就不批 於是我們就開放了 從第三地來的 中國觀光客不必 我們先開放這一個類別 9月份就已經可以來台觀光了 所以當一個副總統的候選人 講這個訊息之前 不用先了解一下嘛 不用查證一下 不要有準確度嘛 是 這個狀況這樣 就是趙昭康在今天的 副首的辯論會上 就真的是大家覺得說 他好像把這個場合當成是 邵康戰情事樣來演出 什麼意思就是說 他把全台灣的選民 都當成這種最深藍的群眾 反正我就對著你們 亂罵一通民進黨 大家聽起來開心 都是民進黨的錯 大家就這樣一團和樂 問題是說 你現在是副總統候選人 你不只是一個媒體人 你不只是要取悅 特定政治立場的觀眾 你講的事實要有根據 所以趙昭康今天 基本上講的非常多東西 都是錯誤的造謠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第一個我先講 趙昭康他今天講說 台灣現在叫做民主獨裁 我看他獨裁這個講說就很困惑 趙昭康不知道 獨裁的定義什麼 獨裁就是只有一個皇帝 一個國王 一個獨裁者 全部說了算 通通沒你的事 你通通不能有意見 如果台灣現在是獨裁 那現在你參加這辯論會 這是什麼活動 為什麼你今年可以參選 副總統對不對 所以這個前提就很荒謬 再來是他講了非常多 錯誤的訊息 包含 他還太多了 我不要一個一個吐槽 我等一下講一個重點 他包含說 台灣的風險人員是民進黨 剛剛我們已經有吐槽了 他說賴清德行為藥廠官說 無地放死沒有證據 說台灣百分之80的媒體 都是綠媒 其實這個我也很想吐槽 就是拜託 大家隨便打開電視打開報紙 很多媒體現在每天 也是針對民進黨 一直罵 那也沒怎樣 對不對 連插報 這個你的邵康戰情勢 T台 很多插身對不對 很多大家也很喜歡 修理民進黨政府 這些怎麼會都是綠媒 說不通 再來是說好 硬拗共識可以不一樣 所以等一下講 那其中他真的講很多 還有什麼核廢料 這個屏東核電廠附近居民 都很喜歡這個核電廠 然後說核廢料 比照美國 美國怎麼處理 我們就怎麼處理 問題是說 美國核廢料是在沙漠 美國有多大 台灣有多大 美國在沙漠 這個環境這麼單純的狀況下 往下挖到岩盤 沒有斷層 不會地震 這樣買嘛 台灣 你找一塊 那個沒有 沒有地震 沒有斷層的這個地 挖去給我看 台灣就不是美國嘛 那再來 有一些 這個很 一些還算是立場問題 說這個台灣風險來自誰 這大家可以各自表述 問題是 有一些真的是明顯基礎事實的錯誤 例如說 他講說 外商因為兵凶戰危 所以不來投資台灣 2016到2023年年中 外資投資台灣的金額是2兆3000億美元 大概算起來是62兆台幣 台灣一年的GDP也才23兆 這樣叫外資不敢來投資台灣 我提醒大家一下 2015年馬英九執政最後年 外資當年來台灣投資是48億美元 2022年一整年叫133億美元 比你多了快100億耶 我差很多 什麼叫做外資不敢來投資 所以加凱什麼叫做 這個外商不敢來投資台灣 根本亂講嘛 數據完全沒有這件事情 你怎麼可以公然抹黑 公然造謠 再來剛剛講 泰勒斯不來台灣開唱 是因為台灣有地緣政治風險 這個李四川已經打臉了嘛 李四川受訪就說 因為去年 這個泰勒斯團隊在接下日本 接下新加坡的時候 那時候大巨蛋根本沒有落成嘛 你叫人家團隊怎麼評估 大巨蛋適不適合辦演唱會 他要怎麼來場刊 你要說沒有啦 我這邊之後就是會有很多座位 那這邊之後就會美輪美奮 所以你們要來辦 有可能這樣談案子嗎 對不對 所以根本這個就是不成立亂講一通 如果是因為地緣政治風險 那請問 為什麼Blackpink會來高雄 為什麼Colplay也來高雄 為什麼Asher Ring也來高雄 這些都是世界國際頂級天團 趙高康完全是亂講一通 這個我今天回 這個真的是很多基礎事實的錯誤 我特別還想回來吐槽說共識可以不一樣這件事情 我覺得趙高康不要太呼嚨全台灣民眾 什麼叫共識本來就可以不一樣 不一樣還叫共識嗎 說你今天你去吃稀飯 我去吃牛排這樣你叫共識 那我可以講啊 家凱今天要去基隆玩 我要去墾丁玩 我們也有共識啊 你進投票所1月13號 你要投趙高康 我要投賴清德 我們也有共識 那是共識在哪啦 哪有共識 對不對 所以趙高康亂講一通 事實就是你們國民黨主張的九二共識 叫做一個中國各自表數 一中各表 大家都各自爭議 說好你是中華民國 我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不管這個 問題習近平就不這樣講嘛 習近平就說 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習近平你講很清楚了 根本沒有讓你各表嘛 所以只有一方面承認 另外一方面不承認的東西 這個不叫共識 但是趙高康不要重新發明中文好不好 不要把共識 把這個字改成叫做 大家各說各話 這就不是共識的意思 但我覺得趙高康今天他有提出一個 我覺得蠻重要的論述 他講說 其實九二共識就是國民黨精心創造的 一種創造性的模糊 我們跟中國就不要把話說清楚 就不要說死 好你一定要問人家出業什麼時候發生 啊那個事情這時候是什麼狀況 這樣就沒得談了 我先逼一下好了以免NCC到時候 又有什麼意見 他說不要講那麼細 不要問那麼細 這個叫創造性模糊 他說這是國民黨努力嘛 不管怎樣我們要努力 那你蔡英文有努力嗎 蔡英文也有啊 我看到就覺得蔡英文當然有啊 蔡英文過去幾年也有創造性模糊啊 什麼東西創造性模糊 中華民國台灣就創造性模糊嘛 因為過去你要說到底是中華民國在台灣 中華民國來台灣 還是中華民國等於台灣還怎樣 其實蔡英文沒關係嘛 我們現在就是 大家很多人認同中華民國 很多人認同台灣 我們中華民國台灣 這一種創造性模糊 那這個關鍵差別在哪裡 為什麼我們要創造性模糊 是有時候我希望團結盡可能多的人 我擱置跟你中間一部分爭議 我希望跟你我們一起來 為了共同目標努力 所以蔡英總統目標是希望 我們面對中國這麼大的威脅 不管國內政治怎麼分歧 你挺國民黨 我挺民進黨 怎麼樣怎麼樣 面對共產黨我們團結一致嘛 所以有這個創造性模糊 那國民黨態度是什麼 是我不管怎樣 我也不是重視這樣 不是國內啊 我一心要跟中國創造性模糊 我一心要跟中國共產黨來團結 問題現在就是 全世界對台灣造成最大威脅 最大安全風險的 就是中國共產黨跟人民解放軍嘛 一個整天想來打台灣 一個整天不放棄武統 共機一直擾台 遼寧建又來巡台 這樣的國家 你一直要跟他講團結 到底要團結什麼東西嘛 這部分完全沒有說服力 好 瑞德哥 講到說他們創造性模糊 一個吃稀飯 一個吃牛排的共識的這個部分 我看到 因為他們的同溫層 像是這個粉專叫做 不演了新聞台 他特別講說 哇 宋宋航這一段 基本上是十年來 藍營對九二共識的最強論述 對 沒錯 最強論述 你有認同嗎 因為叫做不知所云 為什麼呢 你要去找一家餐廳裡面 又有牛排 又有青州 還真難找 大概就有飯店的早餐 Buffet搞不好 吳欣營就厲害 吳欣營在下一段就是說 一個說要吃牛排 一個說要青州 不然我們等一下結束辯論 去吃Buffet好了 我跟你講Buffet也不一定有 為什麼只有飯店的早餐店 才有 這飯店的早餐的時候 才有青州 又有可能有牛排 那麼剛剛講得好 你今天晚上吃什麼 我們吃牛排 然後另外一個說 我們去吃青州 然後我們達到共識 所以各種各種不同的餐廳 這叫什麼共識 不過蘇琪的九二共識 一開始的時候就是 沒有共識的共識 你說你的 我說我的 清清清清清 大家等於說不歡而散 後來蘇琪才去發明一個 叫九二共識說 我們有談了 所以我們有共識 你們共識就是沒有共識 不過除此之外 我覺得反正趙阿康 就在九二共識 然後很奇怪的是 包括侯友宜跟趙阿康就在說 我們的九二共識 不是中國大陸的九二共識 那你們的九二共識 是什麼東西 九二共識我們的 我們的 什麼東西 一中各表 人家沒有要跟你表 那你們有事 趙阿康不是講說 我們糊弄他們的 芝麻開門是我們通關密語 你在那個門 他們喊芝麻開門 你說頭頭開門也沒有用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對岸的通關密語 只有八個字 叫做一個中國 一國兩制 另外誰說 他說紮康說什麼 他在中廣有邀請泰勒斯 泰勒斯不來 泰勒斯從去年到今年 總共有140多場 五大洲巡迴 那個相關的表演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不來 但我覺得紮康先生 以後離年輕的 像林鄉他們要遠一點 這樣比較好 林鄉是大家的 不是你可以那麼靠近的 好